大家好,我是靖,這次我要介紹的是菲律賓一座小島,叫做卡米金島,如果是非常熱愛海洋的人很推薦來這邊玩喔! 菲律賓是由7641個島嶼所組成的,我是搭乘數目航空來到數目,再由國內搬機轉機到卡米金島。 卡米金島是由火山噴發形成的小島,人口約8萬人,這裡有自然美景少量西方遊客和熱情的島嶼居民。 一下飛機可再輸入機場租好網路,吃了九粒比連鎖速食等了4個小時國內轉機,終於來到熱情的卡米金島。 我們居住在位於北部的民宿Kuruma,是一位德國與飛兵夫妻所開設的,路上非常涼爽不用居住有燃氣的房間。 房間內充滿著海洋風情,廁所非常多的螞蟻,還有這對可愛夫妻的孩子。 走出房間外可以欣賞私人的海景,體驗島嶼上的居民與海洋共存,一大早望著原方做瑜伽,突然很羨慕這樣的生活呢。 現在來到卡米金島,是位在菲律賓一個小島,非常的漂亮,人也很少。 卡米金的夕陽真的超棒。 64大 地板車的。 手頭。汙染 мод glow còn很多小朋友 coroar hit in the middle of the train 蟲名處可以滑獨木舟到白島 這是我目前這輩子看過最美的海洋 我們現在在卡米金島 旁邊的一個小島叫做白島 那我們是滑船過來的 來拍照你們的海洋 大概至少滑了一公里左右 其實水質真的非常清澈 是可以看見海濟的那種感覺 一萬五千 完全沒有受過污染 還有它的沙子 看 它的沙子就很白 然後也沒有什麼雜質啊垃圾 不過就沒有 這邊真的是仙境 也有其他的飛行星人在這邊玩 他們是坐船過來的 我們比較特別是自己滑獨木舟過來 滑之後第一個我現在沒有上廁所 所以很累然後又沒辦法用力 所以看一下我們 我們等一下就要回去 回去的話是回到白島 我們住在那個飯店叫做 你說嗎 飯店 這是完全完全全原始的地方 不像是那種觀光地區長灘島的那種 它是原始的風貌 一個非常適合度假的地方 我們要離開白島了 拜拜 我們要離開白島了 拜拜 這裡是島上的市區 Auto是唯一的手機店 為了防止車子勾到電線的功能 這裡的餐廳價格都和台灣差不多 個人覺得很合胃口 甜點味道也很天然 還有非常多的景觀餐廳 雨迷說租借的摩托車去當地的景點老教堂 這裡只有破舊的牆 它在火山爆發前 成是一個美麗的教堂 海中的十字架 是為了紀念在1871年 火山爆發中死去的居民 隔天吃了潛水餐 準備進行free dining 自由潛水是指渡攜帶水下設備 以憋氣進行的潛水活動 將身體往下沉 在海裡像魚一樣游泳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險的運動呢 這項活動讓我愛上海洋 也害怕海洋 來到小機場準備回到宿屋 旅遊稅是50pso 還猜中一點 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菲律賓的宿屋 然後現在準備走到一間hotel 就會珍視 正式作詞 超佳的 ig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從哪裡坐? 我們是從那個 Cض matching type 而且那個人好像覺得很幹嘛的地方太偏蠻了 記得車一定要講個價比較 作詞啊? 我要跟兒要合照 旁邊是魚市 可以看一下 轉個圈 我記得旁邊有魚市 有人在玩水 拉布拉布之丢 麥哲倫紀念碑的地點是當年拉布拉布球長與麥哲倫作戰的地方 特別的是,碑文又不同角度,陳述著同一個歷史世界 在卡米金島上有販售紀念品,特別印有小島地圖的T恤和手工衝浪繩 吃了最便宜的Saver微波食品,繳了速入旅遊稅750pso 準備離開這個令人難忘的小島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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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按讚! 按讚!